日前 正式评论员李正浩开着车参加新北市中和立委候选人的造势晚会时 找寻停车位跟一名步行的富人发生碰撞 也造成富人跌倒骨折送衣 黑色上衣 白色下半身的富人走过路边 一连白色休旅经过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富人随即重摔倒地 撞到路边围栏 警方发现后 随即小跑步立即上前关心 换个角度看 只见到前方好几位民众依序步行过 富人却是突然被撞飞 整个人撞到路边护栏 倒地趴下 一动也不动 看起来伤势不轻 救护车到场 富人被抬上担架 附近募集民众相当焦急 但背景音却是相当热闹 这事故就发生在造势场附近 而造势的竟然是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一个当立委 一个当市议员 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一个月三十万 时常在荧光幕前出现的他事发五号晚间七点左右 他要到新北市中和参加民进党立委候选人的造势晚会 沿着胜利路穿过人潮时 一时之间没注意擦撞富人 第一时间李正浩还没察觉 直到路人拍打车身 他才发觉情况不妙 李正浩事后告诉警方当时他在寻找车位 时速只有五公里 而被撞富人是回家途中看到造势活动上前凑人 没想到却发生意外 造成倒地骨折送医 李正浩在造势活动结束后 也前往医院探视受伤妇人 表示会负起相关责任 目前妇人伤势好转 已经返家休养 记者 综合报道